要騷擾什麼東西啦 街頭傳出爭執聲音 聽起來像是被騷擾 要騷擾什麼東西啦 我問你嘛 越吵越激烈 吵到里長都來關切 男子不滿被騷擾 錄下影片過程中 甚至激動怒吼 還做事打人 居然是被懷疑 檢舉鄰居為庭 鄰居帶人到家裡想理論 但男子根本沒有檢舉 覺得超冤枉 欺詐報警 他們派出所交通 真的是跟你沒有關係 重點是來我家吵嘛 事發在高雄鳳山13號晚間 因為檢舉引發激烈爆炒 里長跟員警介入調停 聽員警及里長在場 理性溝通跨解糾紛後 雙方各自離去 雖然順利落幕 但當地居民卻說 這名男子因為常常檢舉 早就跟鄰居有嫌隙 收到違規才會懷疑是他所為 有人去投訴 照成說現在為紅色 如果因為這個事件讓我 重啟那種魔網的打怪的熱血的話 那他們要小心 道路設計不良 民眾違庭阻礙交通 投訴還夠浪漫 這次被冤枉檢舉害賠錢 鄰居親門踏戶找到家裡 任誰都會滿肚子火 記者蔡武言金縣中 郭怡貞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 我提供